第三種解釋法是說 如果用天台一心三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在這一心念當中 已經同時具有空甲中三觀了 所以呢 它看起來是有 這個陰落看起來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是一個甲有妙有對不對 陰緣所生法的有 然後呢 它的體性又是空性 陰落的也是一樣是陰緣所生法 所以諸法性空 但是又以不二 不偏空也不偏假的一個中道 所以它一心之內已經具足這三觀 所以法法平等的時候 它把這個陰落解下來 供養出去 那事實上 它是用 如果它用一心三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陰落已經不是陰落了 不是我們一般世俗陰落 而是它已經具足了這所謂的 法法平等 這樣一個代表 所以呢 財法不二的話 它今天不是去做這個所謂的財供養而已 它事實上 它已經做了這個不二中道 不二實相的 觀想到這個不二中道來做供養 那第四種解釋是說如法之師 換句話說 它是如理如法的來行這個不師 行這個供養 叫做如法之師 那包括太虛大師 那包括太虛大師他也表示這個是如法之師 所以稱為法師 但是我覺得這邊的深度 如果你要深度來看的話 我想這前面三種比較有意涵的可以解釋這個為什麼叫做財師 這跟要王菩薩本師品是一樣的道理 他看起來然生像是一個身體一個財布師 但事實上他因為是真法供養 所以已經轉成所謂的法師 這樣子可能大家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這個吳清義菩薩 他會說仁者 是稱呼這個觀世義菩薩 仁者請秀持法師 珍寶音樂 他自己說這是法師 他沒有說我用財寶來供養你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是一般解釋 浦門品不會提到的一個內容 如果一般解釋比較偏向信仰層面 或是他互難的這些種種的教化功能的話 比較少深入提到這一點 那我們今天趁這個機會 把這個部分提出來跟諸位分享 那另外提到浦門品 他之所以有單品流通 這追溯到蠻早了 你看看這個西元四世紀到五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有單品流通了 那原油呢 這是因為當時的荷西王 這個舉渠蒙訓 他因為生病 生了怪病 那這一位當時的一位法師 譚吳正也是一位翻譯家 那他告訴他說 你要讀這個觀音菩薩的這個蒲門品 因為觀音跟磁土有緣 你若送念的話 你的病苦特殊的這個怪病就可以消除 所以後來他念了以後就很有靈驗 所以後來這個東西浦門品就怎麼樣 就單獨被流通出來了 本來他是反華經裡頭的一品 但現在就從四世紀到五世紀 就已經有單品流通了 那你想想看到現在已經很久很久了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要去授辭蒲門品 也可以單品授辭 但是你也可以整部法華經來授辭 因為蒲門品是其中的一品 整部經來授辭 我們從功德較量或這個流通分的這個 這個來看的話 在禁聞裡頭有說到說 你授辭六十一恆河河菩薩名字 剛剛影片裡頭有提 或以四世供養這些諸大菩薩 還就等於說你授辭觀音菩薩 一位菩薩的名號乃至一十禮拜供養觀音菩薩 對不對 剛剛有提到了 然後在這個最後兩句話有提到說 佛說辭蒲門品十八萬四千眾生皆發無等等的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力經 就是發無上心 這邊的功德較量跟其他品比較起來 法華經的其他品比較起來差很大 你看一下我們已經經過了二十幾品 這個很多受辭此經的人 你們可以從分別功德品 這個隨喜功德品等等 法式功德品等等來比較 百萬億那由他橫河沙索眾生正無生法人 然後有一些品會說 有多少人得到種種三昧 或得到種種陀羅尼 或有若干生就可以成就佛果了 生而六根清淨或是說 像這個常清淨菩薩品就有提到對不對 得之諸佛 這些功德比較起來 這一品普門品裡頭只提到了 八萬四千眾生發無上心 所以在功德較量來看 我不是故意說 但是你們應該可以明白說 受辭整部經跟受辭單品 哪一個比較殊勝 重點在這裡 是受辭整部經比較殊勝 還是受辭單品比較殊勝 說大聲一點 這是經文證明的 不是我說的 是經文證明的 當然我們跟觀音菩薩有緣 但是你想想看 普門品也是法華經裡頭的一品 你如果受辭整部經 當然也受辭了普門品 懂嗎 它已經包含在內了 但是如果你只受辭普門品 不受辭法華經的話 你只只有成就這樣的功德 發無上心的功德 這是經文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這樣講的意思是 鼓勵大家應該受辭怎麼樣 整部法華經 因為它實在是金鐘之王 太殊勝了 那接下來我花一點點時間 因為有帶到陀羅尼品 這一品我想很簡單 就是事實上是願望菩薩 問慈經的功德 然後呢 佛就給他答說 有怎樣種種功德 很多 然後呢 要望菩薩 勇師菩薩等等 他們就開始要說咒 他們是為了護持 這些會說法華經的法師 或者說前面有提到的 受辭讀 如說修行的這些法師 然後最後就是文品得意 我們來看一下 宣說神奏的有哪些對象呢 一個是要王菩薩 勇師菩薩 他們是菩薩的代表 然後第三是 匹薩門天王 第四是持國天王 他們是四天王裡頭的兩位 一個是北天王 一個是東 他的名稱 北天王又稱為多文天王 那持國天王又名 多羅扎天王 因為有時候他會靠他翻譯 泛文的翻譯 所以名稱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還有石羅剎女 鬼子母 還有他的兒子 那鬼子母 據說有五百位兒子 那因為他過去是發願說 要把王舍城裡頭的孩子都吃光了 發這個二願 所以他就墮落到這個藥叉 夜叉或藥叉 那這個 他生了五百個鬼子 那佛就為了怎麼樣 為了要度化他 把他一個兒子偷偷藏起來 他很緊張很很緊張很著急 佛就跟他說 你失去一個兒子都已經 這麼緊張著急 何況是你把人家的孩子都吃掉 那所以他後來就發願歸一命 這個佛教 然後怎麼樣 護持 護持佛法 而且也甚至會保護這些幼兒 有生產的人或是幼兒 他就發願會保護 那石羅剎女 這邊經文裡頭有種種的名稱 但是這些所謂的羅剎就是會吃人的 本來是這個 這個 看起來像是惡鬼對不對 可是他來護持的時候 他反而是怎樣 發願來護持 那他們會保護的對象 剛剛說了 包括是解說法華經的人 另外一種是受持讀誦 或修行法華經的人 因為他們已經發願 而也宣收神咒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諸位有受持讀誦法華經 就很安心因為他們會來護持 有這些菩薩或是天王 還有這些羅剎警規之母等等 都會來保護的 那至於咒語因為不翻 所以我也沒辦法解釋 所以本來就沒有翻譯出來 所以就如果想要了解 就去略略讀誦經文 好